化石燃料是千万年前地球古生物死亡后 埋于地下而形成的 如煤石油天然气等 因此煤石油天然气就为化石燃料 民国80年到87年 台湾电人所用能源的分配情况 台电公司的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则民国87年使用化石燃料占百分比为何 因此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我们要算的是 87年所使用的化石燃料所占的百分比 化石燃料分别为煤石油及天然气 而87年煤占去30.3% 石油19.1天然气14.7% 所以那就是30.3% 加上19.1% 加上14.7% 等于64.1% 所以80年用掉这么多化石燃料 答案为第一选项